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昨天一天在中国境内就新增了确诊病例1771例 重症病例则是新增515例 死亡病例增加26例 新增疑似病例2077例 治愈出院的病例则是有9例 截至1月27号为止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了30个省份 一共累计报告确诊病例目前达到了4515例 现在还有重症病例976例 累计死亡病例则是达到了106例 而治愈出院例有60例 目前还有疑似病例6973例等待检验当中 除此之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有8例确诊 澳门特别行政区则是新增到7例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透露 新增的第7例输入性病例患者是67岁的女性 武汉居民退休人士 根据BBC报道指出 香港大学医学院在昨天下午举行了记者会 说明新型肺炎的最新疫情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道 根据研究模型的分析估算 截至25号为止 估计武汉应该有不少于2.5万人确诊 加上仍然处在于潜伏期还未发病的个案 预料武汉已经有4.4万人受到感染 而病毒的基本繁殖率为2.13 相当于疫情每6.2日就会倍增 而梁卓伟表示 武汉是华中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 估计部分遭到感染的人士 早就在25号之前 经各个交通工具前往其他省市 最少有18宗个案已经进入了青岛 而最高有318宗进入重庆 他认为武汉的确诊人数将会在近期继续上升 目前还不能说是早前的封关措施没有效用 但是随着部分个案较早前已经输出到其他省市 有关地区的疫情将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未来几周会持续的出现确诊个案 两周围预计 疫情将会在四五月份陆续的在重庆 北京 上海 广州 以及深圳建顶 其中重庆与武汉交通连接最为频繁 出入境人流也最多 相较于其他省市 可能会早一至两周达到顶峰 而至六七月份 疫情就会开始慢慢减退 在四月底到五月初应该会是高峰期 估算 重庆每天的感染病例将会增加15万宗 武汉上海和北京将会分别增加五万宗病例 两周围警告 疫情有可能会蔓延到全球 并且建议采取持续的非常严厉措施 以限制人口流动 所有以上预测均基于在没有政府采取公共卫生干预的情况下 会发生的情况 他表示会将研究结果发给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和香港特区政府来做参考 综合报导指出 全球各地都出现了多宗的 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武汉肺炎个案 最新消息 1月27号晚间 德国和斯里兰卡都出现了首宗确诊个案 而新加坡则是新增到第五宗确认病例 加拿大也新增了两宗 德国1月27号晚间确认了首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而这也是继德国之后第二个欧洲国家有确诊病例 德国当局表示患者来自于慕尼黑市郊的施塔恩贝格县 除此之外就没有提供更多的患者资讯 而同样的在1月27号出现首宗感染病例的斯里兰卡则表示 患者是一名年约43岁的中国籍女子 她19号由中国湖北省以游客的身份入境斯里兰卡 25号进入当地 位于科伦波的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时就出现了发烧症状 而直到1月27号确诊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以美国为首的各国也开始计划撤出在武汉的侨胞 美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等国都表示了将要帮助他们的公民 离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心地带武汉 而荷兰政府目前也正在评估要从武汉撤离20名的荷兰公民的方法 德国《明报》则是在1月27号报道表示 德国空军将会在本周三或者是本周四向中国派遣飞机 把武汉地区的德国公民送回德国 一名军方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表示道 如果德国公民撤离将会为他们提供一架部队运输机 而德国外长马斯周一也在柏林的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罗飞绝对必要 应该要避免前往中国地区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心地带武汉 现在正面临着基础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根据中国爆发冠状病毒疫情的武汉 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表示 他们的医疗资源供应不足 医生和护士被要求佩戴着不合格的口罩 甚至是穿上尿布 这样他们就不必频繁地更换防护衣 而这也使得中国许多一线医疗人员的健康 产生了极大的风险 武汉普人医院一名姓孝的医护人员 在周一向美国之音表示 因为防护服供应不足 一天就是轮流几个医生一起穿 然后有的医生他们就直接使用成人尿布 因为害怕频繁地更换 到时候防护服还没有补上来 就会没有库存 而这一名医护人员也表示 医院紧急需要5000副的护目镜 2万个N95口罩 以及尽可能多的防护服 因为医院每天都要消耗掉 1000副护目镜和多达3000个口罩 武汉普人医院是24家 正式向公众寻求募捐的医院之一 他们急需N95口罩 手术口罩 防护服和洗手液等等的医疗用品 但是过去几天的结果 却远远无法让人满意 因为在大部分的私人捐助中 都没有办法达到医疗标准 使得这些物资没有实际的用处 让许多的医院也为此感到遗憾 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另外一名医护人员向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正在尝试所有其他可能的途径来补充这些医疗资源 而在应对医疗物资短缺的同时 疫情中心武汉的有关部门也在紧急修建两所医院 其中一所计划能够容纳1000张病床 将会在2月3号投入使用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为了治疗更多的这种致命肺炎的疑似感染者 武汉第二家临时修建的医院将会在两周之内提供1300个床位 此举似乎也表明了 中国在控制病毒传播方面还有一场硬仗要大 这场疫情已经给湖北省大约24家医院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官方媒体报道 一名城市卫生官员承诺 如果患者数量增加 将会有更多的医院加入这一场战争 这一场是自2003年来 非典以来中国遭受的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 目前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亡 全球案例也不断攀升 而除了一线的医疗资源不足之外 还有更多的问题是要面对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一部分在前线工作的医疗人员经历了情绪崩溃的问题 网络上就流传着一段影片显示到 一名中国医生因为担心医院的缺乏资源 没有办法治疗病人而开始哭泣 而在另外一段影片中 一名护士表示 他在新年假期期间都没有给亲人打电话 因为害怕会哭出来 更重要的是 他说他不希望他的家人担心他的安全 与患者接触 但是没有得到足够保护的医疗人员表示 在周六有报道称出中国出现了首位医生 因为与患者接触而遭感染导致死亡之后 他们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安 周一武汉经营谈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美国之音表示 该医院已经短缺外科口罩 他们的一些护士在照顾这些高传染性病人时 只能够通过戴上多个非手术口罩来进行防护 除此之外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但是仍然有好消息传出来 多亏了众筹网站 来资助我 微博和微信的宣传 报道表示 医疗物资正在被送往湖北省 尽管几乎所有的物资 都是直接的送到武汉 武汉市附近的黄刚市的一家医院表示 希望当真正物资晚些时候到达时 他们县正面临的资源不足的压力 也能够真正的得到缓解 综合报道 1月27号晚间 武汉有多个小区突然响起了音乐 市民纷纷打开窗户 齐声高唱歌唱祖国 并且高呼武汉加油 而中国协和医院呼吸科范医生表示 应该要立刻停止开窗唱歌的行为 他解释道 在小区开窗户唱歌太危险 楼上楼下的飞沫也会飞散 唱歌时人会深呼吸 楼下居民会吸入 隔壁楼之间的飞沫也会被吹过来 会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则表示 武汉当地的普通民众开窗唱歌是没有问题 本来就应该要保持室内开窗通风 但是并不介意正在居家隔离的患者开窗 应该要做好消毒以及完整的隔离措施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